完了 我的睡裤被看见了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终于可以玩到雪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没玩过雪的香巴郎 依然记得上一次我被合肥的大雪割了以后的心情 就是非常的失望 没想到 她憋了没几天 终于下大雪了 没想到人类和天气的共同点 就是爱面子 反正呢就是玩得有始有终 从一开始艰难的步伐 一路完到底到最后 完饿了就吃血 你吃太多了吧 脱掉脱掉 没什么味道 就是水而已 你希望它有什么味道 但没想到这一口血 居然是灰尘的味道 灰尘口味的冰沙 妙啊 这一集的内容呢 因为都是记录冬天的事情嘛 我们家呢 依然又继续做了很多香肠 元宵节的时候 就很搞笑的是 Max的家人呢 他们在合肥过了 这么多次的元宵节 就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这点了有什么意思 不是妈妈 神奇 话不多说 在那之前 麻烦给我们点个赞好吗 谢谢大家 我们进去玩好不好啊 哦 好轻 这雪好白 你手凉吗 这树 它承受不住了 对啊 所以下雨天 下雪天的时候 有些树会压断掉了 有没有草莓酱 啊 嘿嘿嘿 巧克力酱 好细 真的可以做冰沙 有玩雪的人 也有拍照的人 还有人在跳舞啊 把团成一个小球 然后在这雪上面慢慢这样推 慢慢这样推就行 对 你先把它搞紧一点 很紧啊 好对 然后你慢慢推就好了 好对 然后你慢慢推就好了 有没有厉害 真的 好 我 你是 差不多了吧 诶什么是这个形状 然后你还要再修它呀 赖就对了 你以为玩雪很轻松啊 你还以为它就再滚个头 你滚啊 我不滚啊 太冷了 玩一下手就变成这样了 今天的温度好低 玩一下我的手都是干的 你看这样拍好假 这个是我的雪人 哦好圆哦 很圆很圆 它胖就是这样 我要跟它合照 看得到有雪片吗 飘在我脸上吗 能看到能看到 这雪花片好大现在 为了下雪冷一冬天都是值得的吗 不等去年有没有下这么大诶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我愿意称之为最卷雪人 对呀 感觉生活都在卷 你看它这个坐得好圆哦 真的很像青蛙 这黄酒泡的这个长衣啊 这酒还是往下之地 不知道这么多要吃到什么时候 问干嘛要吃个两斤香肠 如果一简单 两斤香肠炒个菜 再炒点蔬菜 再炒个荤菜 或者炒一碗汤 就结束了 我们的颜色有点像那种原味的 对就是原味的 不是辣味香肠 这个是我们安徽的 不是广式的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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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齐了以后它就好抽嘛 对吧 对 你这还均匀越来越短 是的 我也觉得好像越来越短 要不封两袋就是了 对 对吧 花了那么多钱这样还可以 我选了一个柜子买的 洗脑啊 好 洗脑啊 啊 它不接啊 快扔你们了 好 洗脑啊 干啥 为什么 还还还还还还还 应该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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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给你一个更小的就能吃 可以放一起两只野干也行 现在它的形状会比较立体一点的感觉 这点的有什么意思 什么 家里没有人知道 这是要吹的吗 不知道 是不是觉得很像在召唤什么某种仪式 现在来看一看 面灯 灭了就可以吃了 这个东西还可以吃点 面灯也叫面展 是用面粉做的各种形式的灯 在元宵节的时候会点的 能够屈腰臂鞋 续病把手在上面转一圈 练个屎变 练个屎变你要的话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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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吃掉了 这不能吃我们放蜡蜡了 喝都可浇了 其实元宵节也可以提灯笼的 灯笼在这边 我们以前就是到元宵节的时候 小孩都是上街就好多参与语语玩灯笼 你今天去公园应该也还 对公园里面好多这种小孩 大街上小孩都灯了一个灯笼 那不是跟中秋节一样 我们中秋节那边提灯笼 是吧 我们这元宵节是提灯笼的 你妈爷 看到外面正在飘着毛头雪般的雪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各位你们为什么还下雪 这是我的浴镜箱 它的名字叫万虾 我买了五颗种子 它只开了一个 这个春火绿蒸的台地 是不是天气暖了 它就开了 成功得到一个emoji 那这一集呢 就是整个季节里面的 最后一个季节的最后一个vlog 我记得这个vlog呢 是去年的春天 我才开始决定要拍的 这个记录生活的过程中 真的让我发现了不少的惊喜 体验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也打算再继续的拍下去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忙碌的生活中 能够多多观察自己身边跟周围的事情 让平凡的生活中 有这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全部的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接下来的作品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订阅关注 一键三连哦 拜拜